要設法把第一劑跟第二劑 所差距的這兩層 趕快追上來 這麼著急 就是因為變種病毒 Omicron已經瀕臨城下 偏偏國內疫苗打氣低迷 目前到貨疫苗未打完的 就有九般五十萬劑 第一劑覆蓋率為百分之七十八 完整接種兩劑的也只有百分之五十七 指揮中心證實 正在規劃疫苗施打外展服務 為了要增加更多的一個可敬性 為了民眾打疫苗的地點 渴望有更多選擇 像是到大賣場百貨公司逛街 民眾渴望隨到隨打 夜間施打也能普及化 指揮中心更透露和全聯洽談 在全台開設一百七十四個疫苗接種點 甚至不排除半抽獎 衝高疫苗打氣 要打趕快打 還是請大家盡快 要抽獎要等禮物 這樣就不太好 但接種就會有提供一些 贈品之類 這大概是全聯就會有一些 服務的東西 鼓勵國人踴躍施打疫苗 政府想方設法要補足第二劑 與第一劑的覆蓋率差距 不讓變種病毒Omicron有機可撐 歡迎新聞可觀察另外一台報導 日韓焦點全面掌握 東亞局勢全球關注 新時代的區域進合 台灣in or out 北周四晚間九點 環雨看東亞 帶您探索東亞震驚脈動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